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年轻的高手 那么这盘棋 精力智能手机杯第五轮是在5月11号下的 这两位都是高手 但是我们精力智能手机杯围甲赛场上都是骁勇的战士 高手现在很多 而且我还有一个体会 就是一年一年的我们精力智能手机杯 它这个比赛都是一年一年的呈现 一年一年的过去 到今天我觉得真是用得上叫风景这边独好 咱们这个赛场上精彩的棋局太多 今天我们选了这一盘 那么就意味着更多精彩的我们就看不到了 因为你想每盘棋是这样 总共是12个队伍 那么要进行6场比赛 那么每一场是4盘棋 4-6-2是4盘棋等于说 不管是不是主将之战 即使不是主将之战快骑包括别的骑有的时候也下得非常出色 真是精彩 感叹感慨完了之后还是要说说这两位 他们的年龄小球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 石月他是91年出生的 已经夺得了世界冠军了 现在是所以直升为九段 而且他在为甲之前的四轮当中下得非常出色 在主将位夺得了四连胜一盘都没有输 而且他赢的手起刀落的对象都是大外级的 就像古丽 陈耀叶 还有去年超级外援金智希一盘都没有输 但今年输给十月了 这样的四连胜那简直就凭这四盘棋 他就可以再加冕一个世界冠军 非常棒 十月以前我们也专门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罗玄呢 罗玄他是95年出生的一位韩国骑手 今年是作为外援登陆了为甲 是杭州队的外援 那么他之前的成绩也不错 下了三胜一负 那也行 很出色了已经 年方十八 年方二九 很好 年轻的哥哥 我们看棋 非常高兴 咱们金粒智能手机杯赛场上的棋太好了 这盘棋当然也非常好 我们来看一看 他有很多的话题 第一招是黑棋是十月是吧 第一招是右上的腥味 好棋 每次到这给各位棋友介绍棋局 这个都是很兴奋很高兴 那么黑棋下一招小木 这样的棋我们都会下 白棋小木这个 对 现在很流行 很流行 再下一招棋 黑棋挂脚 挂这个 那么这个棋我们要配合它整个这盘棋的故事 到现在为止 有一个线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在过去 在过去 就是过去和现在 它的相同和不同 构成了我们现在棋盘上的一期精彩 在过去 黑棋如果用星位加朝外的小木 这个开局 它下一招一定是这个 不然它这个小木就不会朝外 它要么就下对角 要么就下朝内 是吧 或者是二连星 或者是三三 都有 对 黄老师说朝外的小木要手脚 就是说你这朝外的小木 一旦被人家挂脚 总有一种吃亏的感觉 就是它在有一个时间 就分时间 我们也是看围棋 从各个角度来看 它分时间段 就是刚才的错误 也许以后会变成好事 所以在围棋盘上 有些时候 它下棋也叫 制定刑期的方向 也叫指针朝夕 就是在这一瞬间 它是一个缺点 或者是不足 或者是一个长处 你要抓紧它 因为稍微拾过境迁之后 它就变质了 对 这个很特别 但是和我要说 这个还不一样 就是说过去 这个特殊的开局 走完了之后 它就一定是这个 当然有些高手就在议论 这个布局好还是不好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过去的思维定势 行为规范 它就是走成这样 一定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那么就没有 大概是在80年代之前 以上世纪80年代划线的话 甚至到90年代划线的话 没有说下成这个布局之后 黑棋不走的 必须得手脚 必须要走 要不然它就不会这样下 但是现在就变了 我们接着看 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自由 所以各种各样下它都有 它就先去挂你了 那么白棋当然下一招挂过来 也是有的 对 在左边加也是有的 可是在这我想给大家铺垫一个 埋下一个伏笔 就是说什么 在过去这样的开局 黑棋不走 已经是很少的了 现在有 接下来这个故事又很有意思 黑棋下一招加工 二间高僵 小车 这个你见得很多 太多了 这是进来流行下巴 突然之间 棋盘上 双方都没有目标了 双方两军打仗 都是在下着雾霾的情况下 能见度非常低的情况下 我看不见你 你也看不见我 就这样的一种战场 就是说双方都不知道 接下来应该干什么 主要的目的在哪 这有点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那么大家就在这种情况下 叫做攻击前进 很有意思 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议论一下 我们要用某一种标准来衡量 比方说这招起 这个家小车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你看见他的感受 我说不清楚 这个二间高家 这个只有老家伙才说不清楚 你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要具体化 说接下来能怎么怎么样 这个完全没有这种目标可以存在 完全搞不清 对这是现代籍 有点像绘画的现代派的画 随便拿个底 五几下就是一个画面 或者拿着一个颜料瓶子往地上一撒 那地上出来的画面 也许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抽象派的作品 调侃完了 我要说这个老家伙才能说 你们年轻人之行 他是什么呢 这个家 在这个格局当中 这个家在过去也是基本上不如起手法眼的 他不会来家 对 为什么 就是第一我们知道 按照过去的行为规范来说 这个加工 你要加工 他一般来说 你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可以借加工他发展自己 这边有扩张的潜力 是不是 可以成空 可以成空 借加工他 我这边可以成空 你有理由 师处有名 第二个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就是你借加工他 想办法划开他的势力范围 他必须要有这两个条件 你这个加工才有生存的理由 但是我们看 现在这个格局 黑棋说要进攻他扩张自己 不对 为什么 这个地方将来扩张幅度很有限 人家是背朝着你的一个小步 对 所以你想借加工来扩张下边 这个没有目标 那当然这个目标也实现不了 没有 第二从另外这个标准来说 就是你借加工来防止他的扩张 他这个子已经扩张不了了 只要你高兴 推土机压哗啦哗啦 是你的外事 对 是不是 是的 所以从这两个条件来说 这招棋在过去的棋谱当中是见不到的 不会从这里加工 就不会 他不会站上 但是现在年轻人天天都在下 几乎恨不得天 基本上都是这么下 你一挂他就二见高架 我觉得这个东西启发我们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觉得看现在的棋当然非常精彩 非常好 现在高手水平非常高 但是我觉得如果把古今对比着来看的话 你会看到更多的乐趣 是不是 对 从刚才这个格局当中 我给大家报告了一下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不一样 各位是不是就看出一些乐趣了 总结一条是什么呢 就现在确实很自由 非常自由 这个自由包括什么呢 小秋 包括即使是用某种标准来说 它是错误的东西 由于围棋盘上 它这个时间 这个层级 它的不同 发生的变化是很多的 比如说刚才的错误以后可能是优点 刚才的优点可能变成错误 因此 它现在这个自由自然就带来了更宽的视野 我觉得总结这么一个东西就挺有意思 然后我们如果平平淡淡一看黑衣白二黑三白四 你就这么马下去其谱的话呢 这个景象就没有那么立体 是吧 是的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 还有很好 他们这个续盘有代表性 对 有代表性可以带来很多话题 行 我们接着看 白旗接下来呢 它也没有在这一带打定式 分头 对 下的这个跟前面两手 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 没关系 还有 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矮版的指标来看现代期 现代期它变化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 现代期为什么变化多呢 就是它走一遭期 随便你怎么应 它就不理你了 就你比方说星位 是吧 我们这个也见得很多 你只要一加工 它不理你了 这变化不就多了吗 你如果都跟着它定型 变化就相对少 对 所以它这个期也是这样 一加工完了 续晃一下 原来它根本无所谓 你要走 你接着走 它又再从这边走 它又不理你了 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现代期和品位 现在这个期它的一个方式 你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走了就不走了 叫过去这个电影台词 你知道吗 地道战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 太好了 行 我们接着看都是高手 那么下一招 黑棋坚顶 十月坚顶 白棋拆二 很正常 它把黑棋最初有两个子的右边 宏观上给它划开 双方都没有谁说谁好 谁不好的问题 那么黑棋飞吧 在这正常 接着白棋回到左边 加工 你看这个加工 白棋显得好像是 这个是师出有名 堂堂正正 是吧 加工你 然后扩张上边 对 按照王老师刚才说 把这个加在这 是什么意思 对 究竟是 对 完全没有道理的 你完全摆出一个奇怪的正式 但是不是说不好 只是说奇怪 相对说来 这个名分就要挣了许多 对 这个自己拆过来 又加着你 这个很正常的一种下方 很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乐趣 乐趣很多 黑棋走这 对 黑棋走这 实践没有把被加工的一个棋子 直接处理 这个也是现在的时尚 被加工一个棋子 它不直接处理 它在周围给你绣 给你晃 它试图 我觉得要解读 他们这种下方 就是怎么 试图用改变环境的方式 来确定刚才那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解决方法 它改变环境的方式来处理 而不是直接处理 这个也挺有意思 比较黑的一种下方 那是我这边先夹住你 等到你这边硬了之后 我再处理 对 这就更狠 更凶狠 它觉得你夹了一手 更贪心 并不见得我这颗子就不好了 可以更好的处理 对 下方都很多 那么白棋这个尖是最简单的一招 罗玄 罗玄这个小伙子 他棋我也看过一些 我觉得还是 他跟金智希 朴廷环这些接近 还是就是 怎么说呢 想要磨练一生武艺 同时这个棋还比较正 好像还想尝试着走正道 他好像是这样 看他什么时候走到弯路上去 不过一般要成为一个大骑士 就是说 因为罗玄他现在在韩国等级分 最新排名是第15位 已经非常高了 以他这么低的段位 但是如果说想要成为大骑士 我觉得他还是需要一些自己的风格 对 我觉得我以为你要说要成为大骑士 就是正的斜的都要来 我以为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好 我们接着看 黑骑上一张盖住 对 白骑像一张是建立的 这个正常 对 这个都很普通 两个人下的还是重规重矩的 没有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招法 对 但是待会我要做一个大解剖 我们接着往下看 白骑走完黑骑挂 这个是大厂 算下来的 无可飞翼 是这样的 白骑在跳 这个也正常 黑骑飞回去 行 很好的一盘骑 下一边两招骑有没有都没关系 我这个话题马上要转了 这个也是好骑 扩张自己 是吧 压缩黑骑 黑骑这个幅度 黑骑这个构形的幅度 小秋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不敢说人家好还是不好 你最好是说他好 因为实践是九段 世界冠军 最好说他好 但是一定要说 我有点怀疑的 就是他这个格局 这个搭配 骑子的搭配 好像伸缩度 感觉欠缺 就是他一旦要成空 就显得效率低了 黑骑的这个 黑骑 他伸缩度有点问题 他一旦要夯实成空 你发现他幅度窄了 如果不是要成空 你发现他到处都有问题 连这有斑 对 这有碰 这有打入 是不是 相对说白骑这个阵势 它伸缩度就好 一旦你全部跑出去 它这也是活的 是吧 它一旦成空 显得很饱满 但这仍然是虚的指标 下面我要把这个骑 重新解剖一下 请允许我们把这些骑子 都拿下来 我要请求代言 给我们评估一下 你不要吵我 我们来看看这个骑 挺有意思 我还是试图说明 现代围骑 他们年轻人在布局阶段 所思所想 和我们过去 有什么不同 我们骑友 广大骑友就可以品味 我首先问 第一招骑黑骑走这个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当然是没问题 下一招骑白骑走这个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漂亮 黑骑朝外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白骑也朝外 朝外 白骑也朝外 有没有问题 也没问题 是一个去向 下一招黑骑手脚 怎么样 这种 两个人相像的时候 不是说应该先挂过去 对 但是没有大问题 对 说小问题 可能有一点大问题 因为黑骑先走一招 最积极的下法 邱淡云说的对 应该是用任何方式加工 是不是 挂过去 但是他说不 我就要踩着不变的步伐 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也行 有个性 行 白骑也跟着他单观手脚 这个怎么样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是吧 那么下边一招骑 我们发现黑骑 一个怪异的对称 黑骑要扩张模样 可以走这个 因为他先走一招 他要形成自己棋子的合力 如果你也跟着他学这个的话 他下边他来选一个 他认为大的地方 对 他可以走到 这也合力 但是很奇怪 我们突然发现黑骑走了这个 这个就有点小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这有点小问题 这有点小 至少太固步自封了吧 对 这个比起刚才这个跳的 好像问题要大一点 要大一点 那白骑分头 这个没问题 是 最下来没问题 接着黑骑走这个 这个没问题 这骑下到现在为止 我们对黑骑稍微有点不满意 就是这部骑 主要是这个 还有这刀骑 这刀骑有纯度 大概5%的不满意 这刀骑有20%的不满意 对 但是现在局面还在进行挂这个 白骑飞 白骑跳 白骑跳 正常 是跳的 黑骑走这个正常的 这个都很正常的 这很正常的 大场 这个也正常 不过黑骑刚才 如果下得好一点的话 是不是想要先逼一下 对 人家说我先照着过去的方式下 也无可挑剔 对 那也没有大问题 这个也没大问题 是吧 接着白骑下一招下这个 我们发现白骑他不能说他好 但是他有理由满意 就是说您的右边我给你滑开了 我的左边我把它连上了 我把您滑开了 我自己连上了 他想要满意 他自以为是你拿他没办法 你黑骑不能因此说白骑没有他好 他是这个程度 因为经常我们也想给大家介绍 在围棋盘上要做一个评价的话 这个措辞其实是非常讲究的 好和形式优是两种概念 所以有的时候 我是尝试着尽量注意一下 所以他就是什么 白骑要满意他有理由 黑骑要因为这个感到满意 他理由不足 就是这个程度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骑下一招这个 拆了一下 在这 大场没问题 你当然说拉弓满弦 你应该给他绷紧 这是可以的 但他这个也是大场 很正常 到现在为止 这个布局 我们发现黑骑有若干不满意 若干是多少 不知道 有若干 但接下来 我们接着看 这招骑和这招骑的交换 白骑明显损了 对 是不是 损了多少 不知道 需要找个参照物 怎么比 和这两招比 这一招 靠这个 和白骑虎这 你觉得哪一个损得多一点 我觉得白骑损得多一点 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 对 这个又是一个很难评估的 小球第一感是这个 我的评估是黑骑损得多一点 因为黑骑你明显损了这个 你明显损了这个 是 我这个没有明显损什么 我当然有隐性的损 有灰色地带 但是明显的指标没有 你这个是明显损了 一旦你这个指被人家吃进去的时候 就损多了 然后这个骑他还要抬杠 我这个骑是损了 损了什么 损了这个点 损了这个三三 对 损完了 但是待会我这个头扳起来的时候 你怎么吃 这要吃还是挺费劲的 一般的话 人家扳的话 也就是黑漆场一个正常 好 行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总的印象 一解剖完了 这个布局下到现在为止 我给大家报告 我的印象是黑骑已然吃亏 您觉得它烧黑一点 已经吃亏了 刚才的因素 第一招这个 第二招这个 第三招这个 是吧 已经吃亏了 但是这不是斩钉截铁的结论 因此我想引出一个什么话题 最终我想说 我们欣赏现在的棋局 和90年代以前的老一辈 这些高手他们行旗的方式 它有些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朦朦朦朦能不能这么说 就是现在年轻人 他们的注意力相当程度的 没有放在布局上 所以他们审便都很高 布局那一笔画 随便一举手一抬脚 简简单单一笔画 都可以下 但是没有在布局上 花很多功夫去精益求精 没错 去品这个味道 是的 然后其实仍然是基本正常 然后跨入到中盘 想办法制造出千头万序 然后就要比谁的 咔嚓这一下有劲 所以现在的90后期 手队一般都中后半盘非常强 他们也就平时训练的时候 也非常注重于这方面 对 因为觉得中后半盘 要是不行的话 你这骑根本就别提说 迎骑的事 你根本就不行 你到那你就不行了 你的骑还怎么下 对 所以他们相对来说 前面可能花的精力要少一些 对 我是这样觉得 可能老一些骑手 比如说80后 甚至现在像依然战斗在 违甲的年纪最大的长号 他们当初在布局上下的功夫 就比现在90后骑手要多得多 对 一个是下的功夫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趣味 这种滋味对它的吸引 你比方说像我这个老家伙 像这些东西对我 它的趣味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但是对年轻人来说人家看都不看 说你这是什么东西 像书法也是 你写什么书法 电脑一打不就出来了 这个也只能点到为止 然后我们接着欣赏他们的棋 有这个印象 我希望我们的棋 能够多品一点味道 好 下一步白棋是阵头 精彩的故事 马上就逐渐要开始了 要展现了 对 这阵头感觉上白棋很好 这个很好 然后黑棋下一招比较难受 黑棋愤怒了 干脆不理 因此我们看现代棋 它有一个指标 刚才我已经说到过了 请大家注意 就是随时都在拖签 双方随时都在拖签 所以这个局面是天翻地覆 因为很简单 你走得起 人家都不理你 你这个变化当然就多了 经常很乱 对 下边一招棋 这个螺旋 我觉得它可能是基于对形势的 到现在为止形势的感觉 它觉得应该是白棋 有那么豪发的不错 所以下招棋是减少纠缠的一招 他想笑一个 对 这个时候不是想的 这个震完了 不想的赶紧靠下去吗 他是靠 十月可能跟他抬杠 十月也会靠这个 对 这个 就乱了 谁的破坏更大呢 考虑到这两个谁的破坏性更大 是黑棋对白棋的破坏大 还是白棋对黑棋的破坏大 你猜我用一个什么指标来做结论呢 我的结论是黑棋对白棋的破坏大 为什么 也很难用图例来证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刚才您不是说了吗 这块黑棋就算它经营得很好 也不满意 它都没有那么满意的地方 你把它打得稀巴烂 和左边这一代白棋应该很满意的地方 你被它打得稀巴烂 你说哪一边的伤害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的 因此它当然不肯 所以螺旋它就硬了 但这个硬的方位 要是照我看又不是很满意 往这边 对 要我下就是这个 靠起来 对 因为它现在可以选 它不愿意下这个 下这个将来这有靠这有撞 是不是 它当然不愿意不理 同时这些是不能考虑的 这个幅度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哪一个好呢 应该靠哪一边呢 就是靠 给我们的旗友 推荐一个指标 就参照物 你往哪边靠起来呢 就是往你一靠了这边 这边就能够立刻成空的地方 你比方说 你靠这个就不对了 靠完了之后 人家有点33 对 点完了你究竟挡哪一边 还是一个问题 那么什么情况下 靠这个呢 这有一个子 你就靠这个 根据这个道理呢 就发现 它现在这已经要成空了 所以你靠这个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觉得呢 它应该靠这个 人家搬呢 您就退回去 搬吗 一个是退 退这个也行 因为这已经有一个字 退回去挺好的 对 你如果接 对不起 我再靠 刚才这个就不一样 是啊 是不是啊 我等于先手改变了你靠下来的杀伤力 然后我再靠下来 这个逻辑也讲得通 这样好多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它呢 实际上选择了这个 这个没什么 下一招十月没有特别好的旗下 选择了一个幽默的下方 就这招骑的是非常难受的 嗯 它自己跳回去 对 它跳回去 因为它不跳的话 显然被白旗靠下来 它有点难受 无法忍受 对 对 这个间隔 你又没法往这边走齐了 对 你二路爬去那就太委屈了 对 不像话 这个棋就是叫 下成这样 布局不是那么讲究 然后呢 接着往下推 慢慢往前推 白旗现在靠 白旗现在靠 所以靠的实际跟刚才我们说的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嗯 现在在靠 对 然后黑旗扳 黑旗扳 长一个 长一个 对 在这 好 下一招棋下的 哎呀 非常有味道 嗯 哎 黑旗下的非常有味道 他扳了 对 先扳一下 这个一扳 这个是一般扳 我说的有味道不是这一招 嗯 然后走这 哎 这招棋下的好 这招棋这个螺旗没见过 显然是戳到白旗的腰眼了 而且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嗯 吓到一流的棋手 像螺旗这个水平的话 它可能就需要一些特点 像十月这种招法就很有特点 让你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对 它出了一个考题 对 嗯 对于年轻的螺旗来说 他没见过 确实没见过 所以下一招棋一下 这盘棋呢 立刻它局面就变了 对 因为我一直觉得是白旗不错 然后突然之间没见过这招棋就坏了 但我们其实就是品到这招棋的味道 然后以后呢 我们大家在下棋当中可以避免 嗯 我们看它实战下的什么 实战它就下了一个尖 尖在这儿 这一尖 我一看 啊 这个棋就热不会了 这尖在这儿就看起来很怪 因为你明显是有个冲断 对 这别的就不说 人家说直接冲断 你又可以 是不是直接冲断 人家可以选择 对 但是你很明显是牵一手棋在这儿的 对对对 这个最怪 我们接着看 小心你白 冲 假设黑旗要冲 假设白旗还要挡一下 黑旗下一段啊 下一招一段 白旗全世界没有别的旗可以走 只能挡这个 你下别的被他这一拐打 简直头晕脑脏 眼貌惊心 这个绝对受不了 所以几乎黑旗可以先手切断 那我简直不会了 不会了 所以黑旗要想 白旗要想曾先生呢 就是黑旗冲这第一下的时候 他不走了 嗯 但不走下一步 这个也是叫大的来吓死人 一冲一打 这还有点 这还可以拉回来 这个地方是非常完整的形状 所以他刚才搬一个 也是很巧妙的地方 对 他后面搬的话 有可能就搬不着 有变化 你可能走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 那么刚才我说到了 我们欣赏高手的旗 但是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总结一些东西啊 举一反三对我们有用 就是什么呢 十月飞这个是好旗 但是魔旋这个硬啊 这肯定没应对 他没应对 但是有几个原因 我估计啊 这个看旗要看味道嘛 就是第一呢 他感到白气不错 续盘到现在 他感到白气不错 我觉得他这个感觉是正确的 我认为他是正确的 我也觉得白气不错 还有呢 左边这个胖胖大大的 好像这个空要围起来了之后呢 十月一飞 这个飞沙走 十月一走过来 他没怎么见过 他就硬了 也可能这一刀棋 失之于清算 后来因为这一刀棋下的时候 整个他这个气场就变了 气象也变了 所以这一刀棋 可能不是他的真实水平 但我们大家要总结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建议大家总结这么一个东西 就第一 我们必须要确认 围起盘上所有的问题随时都会变 第二 就是在唯控的时候 请大家切记 对方的空 你不要那么恨他 可以让他成 恨控 所以只要这个心思有了 左边这块白棋的空 围完了 我是可以不要的 只要他不影响我围控这些棋子的生命安全 实际上我们说围一块空 它的本质等于什么呢 等于收一个关子 只要跟生死无关 所以下早期白棋应该下什么是很清楚的 应该下什么呢 白棋就尖就完了 要把自己连上 对连上 你看起来说 这地方好像这又有点味道不好 这个味道不好就算成立 它也只是说 你想颜色和缝的把它围上 味道不好 可是你说我现在白棋可以抬杠 你只要不这样吃我 我让你连走三手 我让黑棋连走三手 怎么了 我不是这是活棋吗 这也是活的 只要不能吃子 你只要不能吃我的子 你不是跟发了三手棋收个关子一样吗 是的 所以这块白棋的空要网开一面 欢迎黑棋来破 他有这个境界的话 下出这条棋就棒了 其实像这样 我们一看 整个的黑棋中间三个子 非常单刀 接下来怎么处理 煞费苦心 他能这样想就好了 就看起来白棋的招法 他还是想牢牢地先把这块固住 对 这是我的 我一定一目都不能让你钻进来 对 这外面冲断的再说 他觉得你外面这三个子也是破破烂烂的 不也有断点吗 有靠吗 你现在要冲断 我肯定要反击 可以考虑 对 所以说他还是过于看重实力 对 他可能下这个棋的时候下的水手了 我觉得这不是他的水平 对 就这么恨控 不是他的水平 但是当我用恨控的时候 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都觉得 我这个是不是严重了 这么大一块 控把它围上 还叫恨控吗 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但是他本质就是恨控 就是欢迎黑棋来破 这个才是高手 行 我们看有了这一招棋 黑棋十月当然就比他清楚多了 十月 这个 我觉得他最近这一年 对对 这个进步很快 没错 境界提升也很快 一个他还有一个周润阳 他们两个都是91年出生的 然后最近状态都非常好 对 周润阳是逆转了这个陀佳西 三比二多的棋声 那个棋 也挺有意思 然后接下来 你看黑棋就给他了 就不要了 在这儿 他当黑棋说 请已成控的时候 我们这会再一看 这个螺旋突然醒悟 哎呦 这个围他干什么 这个你现在还围不围 他没法围 对 然后在极其痛苦的 这个情况下 接下来这个白棋 他到底怎么办呢 他围吧 他难受 他不围 他要反击 要怎么反击 这反击也不太好反击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欣赏白棋的招法 好 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继续来欣赏 十月和罗玄的这盘精彩对局 刚才讲解到这里 王老师他刚刚跳了一个 对 但是围棋盘上 他还有这个特点 就是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对 无论这个棋多么困难 他总是有一条路是可以走的 但是现在 当然白棋的头疼 他肯定非常后悔这招棋 所以他下招棋 实际上他选择了一个切断 是吧 是的 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围了 对 人家这边又压缩了两下 这又再压缩你 压缩完了 这个冲断还是存在 对 没法弄了 这个棋太难受了 它没法硬 硬这个也很难硬 是不是 硬这个 因为黑棋不走了 将来还可以留个挤 黑棋哪怕就顺便把这个冲下来就可以了 对 所以他发现这个也松 这个更不行 怎么办 该是挺来走险 但是他缺乏一点幽默感 年轻人他有很多优点 但是他必然还是有些不足 十月在这方面确实就强多了 对 我们从棋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欣赏棋居 下一招棋 白棋这一段 它不是棋从断出生 它是叫棋从断引火烧生 它是变了一个说法 以下就万劫不复 对于高手来说 就被十月牵着鼻子 像一头牛一样 牵着鼻子到处了 那就不好办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 从棋的角度来说 来欣赏 你第一个要有幽默感 第二个你要博古通经 就是说白棋不愿意印 对 显然也不能断 第三个你这个也不能补 这个补是单关 那怎么办呢 就只有把这个问题改变一下方向 换一个角度去看 其实他来调你这个 你反过来调他 这不是也很好吗 先调他一下 对 恰恰这一调 还可以说是打三个引号 说是一个股市 就是大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 非常流行的下法 对 这个定势他以后有一个讲究 就是黑棋被白棋掉的时候 因为这招下去太大 靠下去受不了 显然比这个大 是的 因为这个人家都活了 所以黑棋要印 但是他怎么印 那么如果你印这个 我们发现这个子效率不高 对 他不愿意 你如果印这个 整个被他便宜了 位置太低 所以按理说 就这个变化的定势而言 白棋掉的时候 你只能走这个 而且他基本上不亏 白棋在长 比如这个形又有冲 又有打 又有断 不舒服 所以黑棋 一般来说是已经带动 接上 但接下来白棋也有一招好棋 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的有些招式 哪怕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 那些招式 也有一定的价值 不能像现在年轻人完全看都不看 我们就没见过 就像一个著名的调侃 问你事实 看过板田的棋没有 他说我没看过 真的没看过 对 他就是人家记者问他们 你的棋跟板田荣南很像 你也是大师高手 你事实说我没看过他的棋 那有可能是他觉得这个人的问题 对他来说问得很不舒服 我觉得也可能吧 他觉得他自己是独树一致的 很独特的很有特点的 你居然说他的棋跟谁很相似 他听着就不舒服 所以他就不愿意没有说 那么我们话题拉回来说 就是过去有些东西还是有价值的 然后下一招棋 他这个已经被动这个尖很有意思 你如果脱箱不理 他下一步有机会 他再一搬 你这个总要挡了 然后再一挡 这八挡再一轮上去 黑棋就变成凝形了 对 一个结还不行 这个要结 估计得结 这个结太大 白棋变得棋形张力很好 很饱满 所以他这一尖的时候 很有可能黑棋还不得不考虑搬 或者是他准备着白棋什么时候搬 黑棋就要搬这个 然后白棋等于把这个挡住 黑棋再把这个挡住 他说你损一下 我也损一下 但是我不能被你挡住 这个打太舒服了 所以说那么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介绍这个股市 实际上才40年左右 是不是 不到40年 那么如果白棋能够这样 像我们发现 它不是很巧妙的 使黑棋这招棋的作用就变了吗 没错 它叫借力打力 就你直接硬硬不好 要想冲击也不行 要从斩草筑堵这个段又是单关 怎么办呢 你就把这个角度换一下 周围环境给它改变一下 走点别的 走点别的 而恰恰这个定型还有一个幽默感 这个幽默感就在哪呢 所以我们棋盘上 它是个情感游戏 就是您吊着我是一个大飞 谁的大飞吊着 我也来吊着 你说这个多好 我记得以前大飞的形状 有很多人都不喜欢下 为什么不喜欢下 就是因为怕人家上面吊你一下的时候 你觉得不舒服 因为吊的时候 你不管硬在哪里 这个骑行 因为你要防它靠 你不管硬在哪里 你都不舒服 然后随后 比如说你硬在这 王老师刚刚也给你摆了个肠 你硬在那儿 人家有一尖顶 硬在这 回头人家肩顶这个 或者肩顶这个 还有家 你都不舒服 不舒服 这个骑行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说人家走这的时候 可能需要想一点办法 不过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也生怕我们说什么误导 小球刚才说到一个 你怎么硬都不舒服 他说这个不舒服是什么意思呢 是此时此刻在这个范围里 但是不是说永远 以后也许你硬了这个 也许你硬了这个 你这个上面全部成空了呢 是 所以它是有保质期的 就我们在围棋盘上 对某一种下法 某一种定型 给它做一个定语 好还是不好 没有那么好 它是有保质期的 它指的是现在 而不一定是指的永远 这种局面 好我们话题到这儿 要看他们的了 后来这朝期就是把鼻子伸出去 让人家牵的 那么我们看 接着十月的经济 长一个 这个长 白棋长 那两个子又是鸡勒 这两个子又是鸡勒 而且还吃不到 十月下的很好 很不舒服 它在这儿飞刺一下 这马上又冲断你 要你这个欣慰的子这个命了 所以这白棋很不舒服 对 高手作为高手来说 因为它切断 它显然不会这样三把甘休 这样吃两个子算什么 这还有冲断 对 所以它就很难受 又不能接 这难受是下的 它小肩在这儿 这个棋形也很怪异 全部都是小拆衣 你虽然连上了 但是这个脚 其实损失很惨重 以后人家一冲一点你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 对 一冲一点你就只能接 就只能这样 你打下去的话 被人家一断就断死了 这个棋形是不能这样的 断掉了 所以你只能接回去 就是让人家大大方方爬回去 爬回去就行 这样 好 这个脚损失太惨重 实控已经损了 没有太惨重 就是有损失 损失很多 好 我们接着看 一次 关键是十月这个棋 它要接力 它下一招是 它在这儿飞了一个 十月看得很清楚 它不是说 我走到了一下 有接应了 我就赶紧把它接回去 它先走外面 对 先走外面 你吃吧 让你吃 你可以吃 我允许你吃掉 你看黑棋这个地方 怎么变成这样了 太大了 而且下一步再跳到这儿 你简直是可忍 孰不可忍 这棋 同时你又不能落后手 是吧 因此 它是断然不会走 白棋顶 结果 还得顶这个 现在 你看它这个地方 等于多花一手 是啊 刚才我们说它这步棋实在是很有问题 对 它这盘棋要做文章的话 白棋以下的招法有变形 但是没办法 它为什么要断 它只想到了要解决这招棋 刚才随手下得不好 带来的问题 当然它没有想到幽默一下 以棋人之道 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 它没想到我们中国古时候有这一招 看来他们古文学的不够好 东国古文学的不好 但是其实韩国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 这个学习传承的相当好 总的来说相当好 是这样 这是另外一个话 好 我们接着看 这个时候呢 白棋已经回不了头了 回不了头了 就刚才 王老师这个时候 他是可以回头的 他赶紧走这 但是现在已经回不了头了 现在黑棋建筑 现在黑棋这间好手 在运用棋子活力 这方面我们的石岳 周瑞阳 他们还有陀佳西 这些确实都是世界一等一的高手 对 这绝对是不亚于任何人 对 这时候难受 你不补 它两边有挖断 是的 它选择一边 它想在什么地方挖 它就想 真的想在什么地方切断你 它就在另一边挖 比如说 它想从这儿挖下去 它就挖这个 对 等你挡住的时候 就挖了冲下去 它想从这边下来 它就挖这个 然后哗啦啦缩下去 对 因为这儿还有冲断 当然现在可能有点问题 但是你毕竟有这个东西 是的 这间好手 白棋靠 白棋靠 以功为首 这个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 你这两个子 把人家断开了 你不能说哥那儿不走了 这个不像话 所以他必须得把它跑出来 但是跑出来 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这个是 对 真是越陷越深 对 但是黑棋要下得好才行 我们看谁越来 黑棋压过了 当初点坡刚刚好 这个压是好手 这刀骑要下别的又不行 又没味道 是的 因为你单扳这个又没味道 人家再尝 然后再压 将来人家这些团队还先手 然后人家这走完了这几 还有可能有打几 就差很多 它恰恰是不动 然后让你走 单压过来 这个白棋 我们看你这好像是有个挖断 然后黑棋打吃 打吃是鼠手 但鼠手都行了 手筋是单挖 手筋是单挖 最妖怪 一叫吃它双叫吃 这样更好一些 但是这个地方 鼠手和手筋区别不是很大 好 我们接着看 所以白棋不能 不能够 不能够 那就得换一个下法 白棋很 45 46 20 几了一个 它又让黑棋出来 黑棋它冲 冲 我们看到黑棋的这个棋形 所有的地方都是刚刚好 对 它是顺势而为 它一挤打这个 借力而行 顺势而为 就像水流一样 对 哎呀 好 然后再一挤打 再一挤打 当然黑棋 它自己连击的形状并不是很好 问题是 它就刚刚好连上了 它全部连上 而且是牵手 它还推补到那 它补到那 这让人太生气了 生气 我觉得如果下白棋的话 太郁闷了 就下成这样去 对 生气 当然黑棋也不能骄傲 这个下棋 就是如果白棋有一天 能够很从容的把这个立下去的话 其实黑棋这一串棋子 它这个功效也不是很高 因此就看白棋有没有机会可以立这个 白棋接上 先接掉一下 其实黑棋 把棋筋都已经牢牢的连回家了 这五个子 单关连接 关键是总体上 它把你跳在外面 然后白棋跳一个 黑棋把这个打 对 因为显然白棋即使这个先手 你还是不敢去立 立的话 外面是不是 对 这好像跳衣就行 跳这 是不是跳 我看看是不是 跳衣就行 跳这 它可以长 你挖它叫吃 是吧 你保持它 因为气也不够 不行 这一下要被吃掉 这五六个子全死了 全死了不行 这太大了 但是那个力也大得来吓死人 那个力也是大得来吓死人 好没办法 算了 白棋没办法 至少先逃 一逃黑棋高高兴 再把这个一吃 这会儿我们发现 固然黑棋外边的联络 也不是很好 但是它一朝起梅花 全部是一个一个粘着连回去的 对 那么白棋呢 虽然让黑棋的形状有点难受 但是白棋三线子有12345678 这个地方三线子有八个 根据叫七子延边火野书 它这个道理把它隐身一下 其实你三线子 朴福前进太多了之后 效率也是低的 没错 因为三线子 我们多爬一个底下就两木棋 如果人家在上面 不管怎么说 它这个后势就算再不发挥 在上面的辐射力 也是证人心魄的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棋是赶到十月快要完胜了 快要完胜了 但是你这个骄傲也不行 还是就像那句话说的 我们现代棋 它关键要看最后的一下 谁怎么上来占忧 什么不会 还该我下 这些描述方式都没用 我们棋家也有一个描述方式 说还该我下 他这个话也说 大家都会心一笑 就是什么 空我也多 棋我也厚 还该我下 就这么大的优势 最终它输掉了 不会了 所以也不能骄傲 我们接着看 因此这番棋的精产还在后来 现在白棋中间要搬一个 他如果说只是自己普普通通的跳出去 那就 这边的损失就白扔到了 他要追求 你当然说这样下去 他是不是一定这番棋就输了 那倒也不是 这样可能战线就拉长了 但是他当然是想拼 这肯定是想拼 显然是吃亏了 对 太拼拼 那么黑棋这个就靠计算了 这个就靠力量 你刚才好了半天 确实现在也是人家不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锤定音的一下 没有实力的话 就不要在精力智能手机杯为假赛场上玩 就没法玩 是吧 尝一下白棋 接住 然后白棋把这个尝过来了 对必须要尝 这个不尝 这个棋没得下 人家还是活气 随便你走别的 你走之后他就提掉 很简单 我要撅出去 你补这个我一斑 我就会活的 您还没有活透 待会你小心 我把这个再一站下去 这个也大得来 哇 这个空 太大了 这就觉得白棋这条鞭 爬了那么多下 还不见得有这个鞭蛋 真是这样 行 所以他必须要拼 那么下一招 这个我完全赞成 拍出来 就是我们看棋 因为他螺旋也是代表我们自己的围甲队伍 是的 我们下棋有的时候总是希望我们中国棋手赢 但是其实我们欣赏棋的味道 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说 时常为略是一封加油 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好的棋 是吧 而且今年这个外援特别多 除了罗旋 金智希 李士时 朴廷桓 朴廷桓的成绩好像今年特别好 朴永迅也来了 朴永迅是代表广州广日队 韩国的大味 对 朴永迅的成绩不是很好 朴廷桓特别厉害 李士时上一场是输给了广日队的佟玉林 小江 好样的 行 叫吃 那么这个看上去 白旗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人家就 对 哇 这个当中拔朵花 这个食月很狡猾 它都可以不要 但是是有条件的 是的 你看你这个蛋糕可以吃它了 你走这个吃它了 吃在这儿呢 你松两下 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 这是怎么多一个子 你在这儿好不好 所以它也给你吃 对 它并没有一定要吃你 反正你这都是连着的 对 这个价值就很小 这就是锦木齐 对 它这个受不了 我这个中间八朵花 现在来说这朵花威力无穷 威力就是作为活旗 现在它是作为活旗有条件 特别大的威力说不上 关键它钱已经捞够了 是 它已经捞了很多钱了 你看这个地方 还有夏天这一代 这个白旗不肯 还有你的错误也就是等于我的成果 没错 胜负这个项目它就是这个特点 就是我可以自己表现很好 这是我的成就 同时如果您表现很差 也是我的成就 要比胜负就是这样 如果围棋没有胜负 还有有些艺术项目没有胜负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特点 对 可能看起来就差点味道 行我们看这个是可以给它的 这个十月很矫好 所以这个当然螺旋十分知道这一点 所以它肯定是不肯这样 让你把这个字抓掉 它要藏出来 它要藏出来 黑旗当然这个接上 下一招必须的 断掉 这单关不单关的顾不上 顾不上 断开再说 下成这样之后也算是还行 下一步对十月是个考验 因为如果要大局优先 它可能就算了 对算 就是怎么算 不像刚才拔一个字那么好 这个题要算怎么算 我觉得大概也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 比如说贴这个 通通不走了 小剑 就走实惠的 那中间让你走 这也是一种 有点不负责任 但是这个选择还是可以的 就不走的 那你爱补补补 你什么时候就补一个 那我又不走了 是不是 也是可以的 但是十月在这 就是它的力量和个性 说实话 对我估计 这个拖先 这样的选项 根本就不曾出现在 在十月的旋转里 对 在这种时候 对 它就是一江胜勇追穷寇了 因为他们骑风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要一锤子 能把你打死的时候 它就一定是锤过去 它看得见 它已经看得清了 就是波云见日 就波云见日 刚才我们说 雾霾天 你也看不清楚 我也看不清楚 你续牌 像这种加工这一类的 但是一旦它看得清楚的时候 它就比谁都有力了 对它肯定是冲过去 好 它叫吃 但我一看也有点害怕 这个要摊牌子还是有点害怕 觉得非常漂亮 因为它最主要的一点是 中间三个旗巾不会被吃掉 对 这个它看得很清楚 只要贴到这 它觉得这三个旗巾 你吃不了它 这就行了 对 它力量很强的地方 所以他们对于旗子活力 旗子的作战能力 这些方面 它非常 秀觉非常灵 没错 我们这些年轻的高手 这一天白旗就行难受 他主要加不死就行 主要加的话 就冲出来了 对 全都冲出来 冲花了都 对 我先这打你一下 对 就行了 这打一打冲出去 打完了就从这冲出去 这全死了 这全死不行 这个不行 加不住 对 但是接下来 作为接触战的高手 罗玄后来有一个很大的痛苦 这我很理解他 待会儿这个旗星白给大家看 他的内心的痛苦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行 下成这样之后 白旗的下一招 走什么 斑 这个斑 是借力打力的 就出发点很好 卖一个破绽 有拖刀剂 希望你叫吃 他把他提掉 是吧 然后你在做任何这些操作的时候 它一变 这边也许可以强攻你 是吧 但这个石月太狡猾了 他下一招 单弯 这个是很实战的一种招法 因为这种骑行 一般说 你要连回去 你可能觉得这个斑 被人家长 可能有个断 有个先手 你就这样跳回去 这是很普通的招法 但是这个跳 可能被人家一长 你大概只有粘上 这跟这个单弯 有什么区别 就是 你等单弯的时候 白旗压的时候 你可以搬住 有可能搬住 也有可能推 你至少是可以选择了吧 是 但最重要的是不打 两打同情 不打 我们接着看 这个骑非常有意思 他不要去断打这一下 这个很重要 下边一刀骑 白旗 哎呀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借力 他怎么也夹不住 这个夹不住 这个也夹不住 是不是 是的 师傅我们就走这个就行 就这个就行 拐出来 一般我就打这个就行 是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 我打这个就行 你包打 当然我就翻打出来 对吧 你要紧我的气的时候 是不是我打一下走这个都行 对 因为我周围人太多 顶住就可以了 对 提当然也行 就是我就顶一个都行 因为这种人太多 你整个 你灯打不开 白旗 好 所以他这个夹不行 飞也不行 同样的道理 飞这个也不行 飞这个人家贴出来 最简单 推土机就推出来了 那怎么办呢 长探一声 后来只好接 像这些花枪都没用了 是吧 花枪他说 我不会上围棋 我就走这个 根本没看见 没看见 就你受不了 或者走这个 他只好接 这间我们一看 叫路漫漫 齐修远兮了 这个地方你看 你没有眼 周围都是黑旗的人 而且他一贴 他全部逃出来了 对 不是要说谁吃谁的问题 这个下下去 只要黑旗不出人命 好像白旗空都不会够 对 白旗现在看得到的实控 就是这块 然后刚才王老师说 赶紧抢个先手 把这个一粒 哇 这一吨 你这空是不可能够的 这一吨也太大 给大家算算目 如果被他打了一场 加上这个尖 他成为先手的可能性 这个我们调侃一下 就是这个数字化的概念 说这道具有多大 他当然也许逊于这个大厂 但是他的实控非常 实控含量非常高 很可能是 这个是123 现在是123 10 12 14 这个一粒下去 多了15目 白旗少了 24 6 7 8 9 10 11 15到11 哇 他的价值 太巨大了 有25目以上 就这一吨和一打 就这一步棋 就这一步棋 而且白旗即使打到一下 可以不找了 这也好多了 对 并且被你单立立下去 这已经伸腿都伸到这了 对 太多了 然后我们看他们的 黑旗当然是贴出来 白旗 78 跳 在这 78 跳 接下来黑旗 对 关键是这个旗行 就是螺旋 他已经知道了 下一招旗当然是10月下得很漂亮 但是螺旗的痛苦并不在于 10月这招旗下得漂亮 而是在于他这个旗行 10月刚才不打这个 现在不打这个 两个打 他都不打 这个是另外一个意义的 两打同情 不打 祖宗教过的 我们会活学活用 这个是他最痛苦的 他就先留着 对 让你自己下 你这下哪边 你要长盖 他就来一下 他就来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旗行很怪呢 就变成这样的旗行 比如说人家先打一下 很正常 结果你跑掉 你跑这儿走 太不像花 没法补过 然后你如果说下别的呢 比如说粘上 你被人家炸 这儿来一下 这儿来一下 提这个旗就多了 所以这个旗行是高手最大的痛苦 下不好 因此下一招 看着这儿 我们这招旗呢 可以去赞叹10月下得漂亮 对 但是熟读宾书的 我们广大旗友当中的一部分呢 可能知道 在某个电视当中看到过 有这一招旗 是的 是有这样下的 是吧 有 我觉得赞叹10月这个漂亮很好 欣赏的好旗 但是要理解螺旋内心的痛苦 这个旗行 10月不打他 他才最难受 这意义我们也可以引申一下 好多旗啊 对方有缺陷的旗 你不去追究他 他最难受 对 你立刻给他兑现了 他可能还没那么难受 有意思 那么靠在这儿呢 关键是现在白旗无法抵挡 他不能往这边出来 这边出来 人家一藏出来 对 你拐不拐 拐了 只要被吃了 就打死了 连根吃了 全死了 这扳也不行 扳的人家断了 因为他这个虎又是先手 是的 所以他很痛苦的只能往那边走 这期他螺旋知道已经输了 就是下下而已了 作为高手他知道 而且在这个之前他就知道了 他觉得实在是 就当10月这个单猴的时候 他就知道输了 以下呢 当然要下一下 白旗这下已经先交换了一下 他扳完了 对 这个交换是不是独秒了 我怀疑 这个交换是可能螺旋 可能独秒了 就差一气 对 他因为很纠结 要杀气的时候 这个少一气 对 但是你又不能说扑了打掉 那就损一幕 损一幕 而且这损一点味道 是的 那么你究竟走还是不走 你不走呢 将来走不着了 将来这个子没了 将来你等10月 你有可能被我当时 的时候 你来不及了 因为他一冲 他要先手冲断你 对 所以这招期我估计是 打江当中的一个痛苦的抉择 所以这种地方是挡还是不挡 也是挺纠结的 痛苦 因为你被人家冲到一下 这跳刺你一下 这是一个冲断 是一个打吃了 打吃了受不了 但这个痛苦从哪来的 是从他这招期来的 这个是有逻辑性的 所以围棋盘上 它有很多又有逻辑的 就能量守恒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痛苦 刚才你这招期下的不对 你下这个小剑就对了 就是所有的痛苦一息了之 好 我们接着看 他这个交换了一下 交换了 这个损了一气 搬这个 然后白旗在中间飞了 他又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补 你看 就这个地方是螺旋最大的痛苦 其实十月当头给他一碰 他补不难受 就这招期轮着他补 他必须要补 不补 你看十月要吃他了 这地方是不是这样一走一间 就把你全部吃了 蒙进去了 已经吃掉了 吃掉了 吃不掉也脱成皮 一塌糊涂 所以你必须要补 这会儿他难受 还有一个方式 因为他也是为我们打维甲 要卖力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是现在认输 就是高手 现在认输大家都理解 就知道他的痛苦 在维甲赛场上 作为主将这一趟 即使这棋都已经输停了 那也要坐在那里 你毕竟是坐在那里 另外三个人看你还没有站起来 你如果站起来 大家都知道你输了 你坐在那里下人 人家三个人不知道你输还是赢 对他们来说 心理上是一种鼓舞 这个团体赛过去我们下过 小秋你描述这个是对的 就说你下完了 下完了 但是过去我下的时候 其实是这个 如果有一排下完了的话 其实非特殊情况 你不愿意去求证 他是赢了还是输了 给你可以不去了解他 作为他的队友 但问题糟糕在这 因为你的队友太了解了 他一站起来之后 你看他那个表情 你可能能够知道 是的 这种情况很多见的 所以这个才为你刚才说的 在我们精力智能手机杯 这个赛场上 骑手尽量要坚持 他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一站起来之后 他有很多信息 他什么都不说 队友也不会来问 他有很多信息 队友会知道 所以他要坚持 最要没下完就有希望 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坐在那里 其实还没结束 按理说 这个骑现在白骑认输 是很有美感的 我这骑没法下了 就这个骑 我们也许刚学为骑不久的骑友 还觉得很难理解 刺刀还能见红 怎么知道 但对高手来说 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法下 这骑太难受了 所以他认输 这个是很潇洒的 好 我们接着看 当然我们这个不是说 对螺旋不尊重 我们都说了 他是世界级的高手 他这因为下错了 这骑不行了 是很正常的 不对 有人家还不走 接着你这个骑还没法走 但是实践后来很快就算了 黑棋压一个 它是扳的 它是扳的 对 它想引诱你来多很下 可能会伸出一点机会 乱一点 对 这个黑棋下法非常多 其中一个下法是单机 是 就我还不走 但是后来十月就算了 他就叫吃定型了 说都是朋友 我还是定型算了 白棋提掉 然后他补这个段 钉着这个段 这一段不得了 上面这个太薄了 白棋必须接上 这个再不接不行 不接要被人断掉 对 然后十月再从 这个地方把头搬过来 这块机已经很危险了 对 这个出路很窄 关键是上边也没好 上边一旦黑棋腾出手 就像这个就行了 就像这个就行了 是的 一边攻着你 你一边还要跑 行 我们接着看 基本上白棋来说 已经不太行了 它搬这个 尽量要把这个空间 先打得开一点 因为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它十月是会干这个事吗 还是干这个事 好像都可以 我估计十月还是先冲掉吧 先冲掉 不要再扭扭扭扭扭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保留的 然后就是这些 这个可能挺大 这个可能挺大 这个还能先冲掉 是吧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选择 比如说温柔一点 这样 对对对 温柔 温柔 对对对 是是是 但是人家给你 都是不温柔的 那就看不清了 搞不清楚 看它的 它螺旋肯定独秒了 我觉得它下这招 就独秒了 下这招 就独秒了 要不然它不会那么快的抉择 这个 少一气 对 行 它一般 这真是吓得很难受 作为白旗来说 断打在这 断打 聚焦 断打聚焦 我看看 本来它是应该打在这的 然后普通来说是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 然后它再抡过来 正常的话是这个变化 然后黑旗拍斥这个 反正白旗也是前途渺茫 对 也不太好 后来它没下成这样 这不是很合理 它不是这样下 它是接打这个 不知道它是 接打这个 是故意的 还是守务 故意的 对 增加一点变化 增加一点变化 考验一下黑旗 黑旗藏 就藏出来 对 在这 它当然顺势藏 顺势藏 顺势藏 黑旗在顺势藏 黑旗在顺势藏 细万全的一刀 如果是十万火急 有没有这个 贴过来 贴过来的话 它也就是长了 然后您再贴吗 再贴 再贴它冲出来 我这个是 另一个引火烧身的例子 是吧 或者这个 然后它单冲 单冲 关键是不要紧着一气 这样有点看不清 看不清 行 它这个最简单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十月现在在 激烈攻杀的过程当中 选择最稳的方式 对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问十月 下期下到这 十月你比赛暂停一下 我们重要媒体来采访你一下 你是真的想吃白旗吗 如果你这样问她的话 其实她也不一定是要吃你 她也许 我觉得 即使便宜一下 然后把控守住 把自己走后了 回到那去 把这个一飞不也可以吗 对 她就是走着瞧 就稳稳的往前走 一步一步往前走 她就知道这个体难 反正怎么都是黑旗好 是 可是你要是下的有散失 她可血盆大口就张开了 对 你没下好的话 她觉得看清楚了 能把你吃掉 那她肯定就吃了 对 这个艰难当然是 哎呀 毁之万以 要知道 很早很早以前 白旗老早 续盘阶段有机会 就加不太亏 是 是吧 很早很早 说不定还可以搬 但是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你这个是通通老人 人家把你避死了 现在这个尖 这个也是松 但是看起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嗯 没有更好的办法 行 斩草出根 这个是好棋啊 搬这个 嗯 咔嚓 哎呀 断掉 真有劲儿 这个地方黑旗就不需要再松手了 嗯 对 紧紧的把你咬住 稍微有机松 这个旗还有点麻烦 你表现你退 这个如果多多说说 这盘旗胜负太重要了 对方又是高手 很难赢一盘 这种心理要是产生动摇 你可能会退 对 它就团 然后你再一接 这也是有可能的 嗯 按理说这样下好像也行 可是你被他这一加的时候 你有点晕 就像他们这样的高手下棋 那一般来说是 不想等到人家出牌的 他就是想自己先 能够闷住就闷住 先按住 这一加倒是有个断 嗯 那他下什么呢 他就煎一个 裤一个 等他刺一下 这下越吃越不好吃 越走线索越多 麻烦 看十月的吧 他是该出手就出手啊 断这个 对 咔嚓 白鸡大吃 嗯 这个没那么简单 成了您一盘棋啊 呃 确实没有足够的力量的话 嗯 你碰上这些会折腾的高手啊 嗯 很难办 很难赢 他一会就给你搅和出事了 对 一会有新的线索 你发现你防不胜防 嗯 你这儿不出事 那儿也要出事 那儿不出事 还有第三个点 所以就是我们这盘棋啊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故事的 它的旋律可以连起来了 嗯 续盘阶段呢 专能花了不少的笔墨 给大家介绍 过去的布局和现在布局的不同 有一个结论 就是现在的年轻高手 他们对于这个布局的味道 没有那么那么的上心 嗯 为什么呢 因为现代棋确实它的棋变了 跟过去棋不一样 现在棋更多的 最后的精彩或者胜负 要靠最后的一下 嗯 盖观论定 要靠了一下 嗯 因此在这种局面当中呢 呃 续盘阶段究竟哪一招 在哪里更好 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对 他们认为至少 他们认为意义没那么大 这种时候 黑棋究竟能不能在机会出现的时候 就把它全部吃掉 嗯 还有白棋能不能有一点线索啊 用一点拖刀剂什么的 让黑棋来扭扭捏捏 沾前顾后 来逆转形势 这些材质是最重要 嗯 布局没那么重要 对 就是这段棋 我觉得它的戏剧性啊 嗯 现在白棋呢 打吃这个 打吃 嗯 它还要继续挣扎一下 嗯 鞋上 这个纯属挣扎的 这个时候其实 嗯 似乎黑棋断了它 就已经把它吃掉了 哎呀 很可惜 它刚才没扑 撞了一切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这样差一气 那你冲下来 它是 搂住这个吗 还是冲的话 它就立下去吧 嗯 它就立 嗯 那立不立就行 就接这个 接这个它哗啦啦一打 要活了 它就立 就这么吃啊 是不是也吃掉了 好像是 嗯 似乎黑棋也没有什么招法 对 好像是 嗯 哇 这个这个黑棋优势那么大 非要用这个方式 如果我再装秒 我下黑棋 加上我这个心理素质 下这黑棋我赢不了 没有必要 沾前顾后 觉得算了 还是 也许我就输了 因此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现代棋也是对的 就现代棋 他们职业顶尖高手 像他们两位 嗯 经历的这种事情 也非常多 就是 完全把鸭子都煮熟了 下一句话 你也知道 它还是会飞 是吧 还是会飞 是吧 对 他们力量都很强 因此最终是 心理素质又好 棋力又好 独秒这个 力量又强的人 才能夺取世界冠军 没错 那么这个棋 王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进程 是什么样的 最后看看他们的实际 他就是打吃糖 白棋接 黑棋站在这 对 冲过来棋不够 他就打吃糖 他沾这个 然后黑棋搬住 白棋接 招招不离后老师 他一跳 最后一手呢 跳在这 嗯 黑棋再一跳 对 这一跳就行了 这个白棋认输了 对 那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 直黑的十月 中盘战胜了螺旋 取得了主将战的五连胜 非常厉害 嗯 这棋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盘棋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好了 感谢两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论道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奇情天下 其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